但是铁手并没有出手 他只是把头向后一扬 砰的一声 他的头正撞在那杀手脸上 那杀手怪叫一声 给撞得满天星斗 退了七八步 一跌坐倒在地 伸手一摸 一手视线 鼻子一软扁的向条海参 铁手那一扬 简直跟铁锥没什么两样 就在铁手扬手厚壮的同时 岳军长刀出手 独批划山直批下来 岳军这一刀 曾经把军山顶上 一颗庞大的飞来石 斩成两半 又曾经把嵩山千年将军摆 劈成两段 连当年大理将军 高加索的书钢黄金杆 都被他这一刀砍成两片 这一刀之声势 已不逊西年 长刀神魔 孙人涂下之 铁手身形厚仰 这一刀之事 显然要把他自脸门剔开 破膛而入 刀锋位置 刀锋已把铁手的衣臂 激扬起来 刀锋拒没 刀锋没入铁手手中 铁手以一双空手 拍住了刀身 岳军的脸色变了 铁手笑道 我都说了 你这一刀 还是不要出手的好 铁手的话并未说完 蹬的一声 岳军既抽不回长刀 发力一凹 刀身中断 断刀直辞铁手腹部 这一下变化不能说不快 但岳军只来得及 看见铁手笑了一笑 然后眼前一黑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又看见铁手 跟他再笑了一笑 只是这一笑再笑的时间里 岳军的眼前曾黑了一黑 这黑了一黑 其实就是铁手避过刀刺 合身绝上 抢入中宫 双指在岳军的双目眼皮上 轻轻按了一按 再退身回到原来的地方 对手可以令自己 全无抵抗地按住了眼睛 如果要下杀手 岂不易如反掌 岳军愣住了 他的刀也顿住了 铁手并没有封住他的穴道 但对岳军来说 震撼的心理 是他几乎自封了 他自己全身的穴道 只听铁手温和地道 岳军 我知道这些案子 不是你和黄和剑 倘朝主谋的 至于你们的十三名手下 更不知内赠 你只要好好地跟我说 说不定 罪能减轻 岳军双目直勾勾的 用一种近乎低谷的声音反问 罪能减轻 能减到多情 我杀过的人 你们竖起手指算也算不完 我放火烧过的房子 比过年过节 烧元宝明治还多 我抢劫过的钱财 还多过工程 县地兵马的大事搜刮 你说我照实讲 就能减罪 能减什么刑 不用杀头 众神监禁 做个十年八年 受狱族踢打 喘促的巷头狗 还是只管十天八天 跟头大兵的小偷同罪呢 铁手挣了一下 岳军冷笑道 哼 横也是死 树也是死 反正我也打不过你 你要我说出主谋 道出内情 岂不是让我连个 替我报仇的路子都塞住了 你那般甜言蜜语 去骗信三年道行的小猫贼还可以 坑我说 只是号角里在棉花 吹不响的 说着又举起了刀 铁手摇手 哭笑道 岳军 岳军挥刀 刀虽被凹断 但仍有三尺余长 铁手划不闪开 却听扑的一声 断刀刺入剩下的一名 手下腹中 没入三尺 破背而出 铁手怒斥 你想杀人灭口 岳军回刀屿自尽 铁手闪电般 已握住了刀 奇怪的是 铁手一双血肉的手 碰在锋利的刀身上 刀寸寸碎裂 只剩下空秃秃的刀饿 铁手冷笑道 你不能死 你死了 我们的线索便要断了 呼听吃的一声 岳军的刀饿尖端 竟射出一截三寸长的断刃 插入心腔 岳军的脸上立即出现一种 似笑非笑的神态来 饶是你武功高决 我杀不了你 但是你还是阻不了我 阻止不了我 我 我杀自己 岳军说完了这句话 便倒了下去 铁手扶住了他 但很快便知道他已失去了生命 只好放了手 一下子那十三名凶徒与唐朝岳军 全部丧命 铁手弃此 不禁微虚了一声 到了这时 他和冷血所掌握的线索又搞中断 他立即搜索唐朝和岳军身上的东西 他对药理一向精通 终于分辨出两包搜获的药粉 让冷血服下 大半炷香时分 冷血的脸色渐渐有了血色 铁手扶着冷血肩膀说道 你怎么了 冷血道 老样子 受伤还死不了 他目光转了一转 只在铁手脸上逗留了一瞬 立即又转了开来 但就在那一瞬间 他的眼神是极温和的 只是这一次 要不是你来 可能就真的死掉了 铁手笑了 你称铁打的冷血 整个身子是刚住的 你二哥只有一双手能逃口饭吃 能救你 只是凑巧而已 冷血说道 二哥 别取笑了 你救我又何止这一次 只是 你不是要到陕北 去捉拿大盗唐十二的吗 怎么会恰好来到了此处 铁手笑道 世上哪有那么多恰恰好 人人不是说 我们这些六扇门的 要人的时候没人 不要人的时候 骗来烦人吗 大盗唐十二 是给我拿住了 但此人 还牵涉到一连串的 火重截杀案里 其中似有很大的阴谋 我追查尚未有头绪 唐十二就被人毒死了 冷血问道 你所说的聚众截杀案 是指 铁手说 近月来这一代河南郑家 真心到场 年家寨 河北宋廷墨酒庄 总共大小八百余口 全被人掳掠截杀 无疑幸存 这跟你所奉命调查的案子 稍有不同 我上述四家全是武林名家 而你稽查的陈家芳 赵家吉 邵家桥 龚家村 都是属于不会武的名家 为何两河这八处 文武世家 村寨 均遭灭门截杀呢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这八处人家 都坐落两河一带 且都相当富者 可是 据各方迹象看来 一般土匪强盗 未必有这样手辣心狠 而且 屠村毁方 也无此必要 加上这般作案的人 各个武功高强 不是普通的武林败类 据塔颤所得 头领 有六个人 冷血捷道 从何得知 贴手笑道 问得好 我情祸大道 唐十二 他突以 静人案件之主谋人的秘密 告诉我 来作为交换 释放他的条件 冷血道 你当然不会答应 贴手说 无论在公在私 我都不能答应 我只好劝他 把案情说出来 好减轻他的罪行 他以为我不相信 那案件的重要 便问我知不知道 最近真心道场等凶案 而且他还暗示 造成这连串杀戮的 领头有六个武林高手 但其主谋人的地位更高 而且这里面还牵扯到 一场武林中极大的阴谋 冷血点了点头道 黄和剑唐超 是以暗器成绝江湖的 术中唐门外戏子弟 也是唐门罕见 武林少有的用剑高手 镇将刀跃军 自击败大理将军高家所后 明造武林 这两人会受人所用 大家劫舍 看来所舍的阴谋 自非同小可 这个当然 铁手探道 可惜唐十二 没能把话说下去 一个黑衣蒙面人 就冲进来 与我大大出手 他武功极为诡异 交手武士招 他忽然退走 而唐十二 却在全无抵抗之下 被人迎脸打上一盆毒粉 死了 照这么说 冷血沉思道 对方 你知道你追查此事了 铁手道 那黑衣人武功极高 如火同杀死唐十二的高手 联合战王 我十之八九 难逃毒手 但对方似乎只想杀人灭口 断了线索就算 我近日私服两河一带 果然给我遇见了 这淡家村的大伙 赶了过来 没想到及时救了你 冷血说道 可惜那六个头领 只剩下两个已死的人 我知道是岳君和唐超 其他四人却不知是谁 正是 若是这种案子迄今结束了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追查下去 为那八伙人家查出凶途了 可是 铁手笑了一笑又接到 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 就算他们不再作案 这一群丧尽天良之徒 不管逆服到天涯海角 都总会有一天 因为某些事 而露出他们的狐狸尾巴来 的确 或许因为风声太紧之故 这种灭门截杀惨祸 的确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但是另一件怪事 却发生了 而且跟这一件案子 慢慢起了关联 那件怪事 就发生在跨虎江上 那时候 龙血正在养伤 而铁手 正在守护着龙血 让他静心养伤 跨虎江上 明月照亮 此时正值十六十七 月色分外明亮 照得跨虎江 分外清理 江上树范舟 岸上有芦苇 范舟江上的船坊 有的大 灯彩辉煌 有的小 精巧雅致 其中最大的一艘画坊 搏在江中 鹿桥畔 张灯结彩 英格艳雨 丝竹之声 补助浮返江上 不用说 这艘画坊 气派之豪华 而不止之风雅 加上画坊上 艳筑桃花的铭记 和缩寻在画坊周围 负责守卫的壮丁 若不是习家庄 谁也请不起这十人 出得起这般价钱 然而现任习家庄庄主 习小丰 虽然年纪轻轻 就是一桩执着 却也是一个好色的人 习家庄 世代相传的 尸魂刀法 名震武林 由三百二十四年前 打遍关中无敌手 习玉楚所创 尸走清陵 法走迷离 后传三代 至习齐唐首历 建立两河武林第一次家 习家庄 即可于南宫 慕容 沸 上官司马 唐相邻 后又传五代 到了大侠 习奔龙手上 习家庄 可谓到了天峰 不但人多势众 且得令狱 而习奔龙 不但是使刀高手 而且也是捐刀好手 他捐也了一柄 碎梦刀 碎梦刀的练业方法 已经实传 据悉是由一个 罕氏南风的奇缘下 才由习奔龙 取得了两块奇铁 也合在一起 才能铸成这把奇刀 而习奔龙铸成这把刀后 有记元祖 习御楚八代之后 再拿到了 关中第一高手的名号 要知道 当时武林人才北出 武功帝孙 就算是当年 尸魂刀法创始人 习御楚在世 也未必能在关中武林 争得千茅之名 但习奔龙 以碎梦刀 使尸魂刀法 功力聚增十倍 轻易击败了所有强敌 更奇怪的是 在比武中 凡是被碎梦刀击伤者 不论伤势多轻微 一律失去斗志 而俯首臣服 所以 习奔龙夺得了 关中第一高手称语 一时间 习家庄的名头 也到了乌人感 英奇风锐的地步 可惜夺得第一高手 之称的习奔龙 或于顾太兴奋 太高兴之故 促然暴毙 看来 一个人 无论太心愿 还是太沮丧 都是不好的 连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也不例外 不过习奔龙 亦可谓死得其事 就在他声明 如同日证当中的时候 爆醋 使他留下不坠之声明 以及武林后背的缅念 提起尸魂刀法 最猛刀的习奔龙 谁不竖起拇指 说一声好 习奔龙死后 便是第九代 习家庄主人 习九景继任 习九景不像他老子 好与人争锋 倒是淡泊明理 心少在江湖上惹事 不过习家庄仍然身为古人 有什么事情 只要吩咐一声 也没听过谁敢流难的 要知道 习家诗魂刀法 亦是一种难以匹敌的刀法 加上习家碎猛刀 能发挥尸魂刀法之十倍功效 试问 谁敢与之力敌 习九景仍如其名 喜欢训酒 习家庄虽不求发展 但声名仍龙 习九景就如此平静过了半世 到了五十八岁受尘过后十天 突然爆醋 据说是训酒太厉害 医治上了身体 第十代习家庄庄主 便是年轻的习小峰担任 习九景暴毙后 武林中对习家庄的尊敬 已大不如前 所以习九景一旦暴毙 不少人窥视习家庄的 财雄势大 借故向习家庄挑衅寻仇 希望掀翻习家庄 自己来做盘教老大 可是这些挑战生死者 全被击垮 负责解决这些麻烦的人 通常是两个人 习家庄管事 习良务 习家庄管家 习英明 一般的人 别说想跟习家庄庄主 习小峰别别苗头 就算想过管事 习良务 管家习英明二人手上的刀 也绝不容易 这几年来 也有一些高手 能直接与习小峰 习少庄主交手的 主要是因为 那些武林人物 也是一方之豪 或霸主 寨主 洞主等同等身份 他们与习小峰一交身手 但都被总管 唐诗经 接战所败 唐诗经 是习家庄的总管 相行之下 习良务 只能够算是三管事 习英明便是二管家 而唐诗经才是大总管 唐诗经在武林中的地位 绝对可以与一方宗主抗衡的 唐诗经本来就是武林中 一名出类拔萃的高手 难得的是他办事才干 更在他武功之上 他三十岁就成名 三十一岁就被山东 洛雁邦帮主 施首艳提帮 摆升为总堂主 果然短短三年间 洛雁邦 即成为山东第一大帮 唐诗经在三十五岁时 跳槽陕西 管家补 也在短短四年间 得补上上下拥戴 称为副补主 升为执逼补主 管天任 但唐诗经却悄然隐退 离开管家补 隔了一年 终于为习家庄 前庄主习九警所收落 唐诗经在习家庄不到七年 地位已在习家两大总管 习良务与习英明之上 他代庄主触手会敌 乃是名震言顺的事情 但凡想跟习晓峰挑战的人 都没办法通得过 唐诗经这一关 所以习家庄声名不赘 与这一位九命总管唐诗经 是有莫大关系 习晓峰不过三十五岁 恋白无须 眉飞入宾 生的一副如生雅太 平日温温温温的 只喜欢读书 父亲 这日却不知为了什么 招了一班青楼宴界 来星哥作物 他一面大杯小杯的 一口干来杯中酒 还左拥右抱 跟几个宴界瞎系起来 习家庄招来的青楼女子 可以说都是千条万选的 自是貌美如画 而且都有些才艺 有些善歌 有些善舞 有些精于谈词击鼓 诗书琴棋 其中一个名叫小真的 一双额眉又黑又浓 弯皮的往云柄里挑 脖子又细又长 均得像河间的鹅卵石一般 睫毛下灵动的眼珠也轻颤着 似乎对这场面 有着些微的不安 她是卖意不卖身的异己 这些姑娘们中 以她是最清纯 年纪也最小 习家庄庄主习小峰 着急跨虎江 对姊妹们来说 都是件性宠兴奋的事 但对小珍来说 却有很多的疑惑 因为她听习秋雅所说 习小峰夫妻恩爱鱼更 不是个花天酒地的人 习秋雅就是习小峰的弟弟 习小峰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